哈喽,大家好,晚了几分钟了,因为我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等着,所以就, Hey, what is, you hold the... 谷歌也在搞严论审查,突然跳出一个窗口, 先将这个谷歌系统认为不太合适的评论先给它,叫什么,不公开,需要审查。 大家可以在这里,在这个右边那个对外框这里面,可以参与讨论,打一下字吧。 本来可以通过那个Zoom软件,大家都可以通过视频语音进行讨论,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的安全问题, 所以就先在这里进行文字方面的讨论,然后晚一点,再上那个Zoom聊天室,可以方便参与的,就可以进聊天室参与, 不方便参与的,还是有文字方式。不好意思,我这个眼镜破了,拿去修,修了很久,德国人办事就是,你也可以说是严谨,你也可以说是官僚主义, 还要送到那个总部技术部去,本来它那个眼镜列在全国各大小城市,都有分店的,但是他们都要统一送到总部技术部去修,所以还需要很长时间。 戴着这个眼镜很不舒服,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常常有度数变的。 如同预告说的,就是这个,这一期我准备介绍一下,我对这个中国未来政治制度, 以及这个宪法的一些构想,希望大家都能,都能够参与讨论。 现在虽然实际国内晚上八点了,但是也不是太晚,在这边,尤其是西班牙有的晚上九点十点才吃饭,在这边很多人也是八点以后才吃饭。 但我们这边现在是一点,国内八点应该不太晚,可能有的朋友去的。 搞关心民主,人权有没有打麻将,可能大家星期五或者有些聚会啊,一些活动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讨论也有必要参加,希望大家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的设想呢,就是多次重申过,首先第一点就必须是联邦制。 因为你看现在世界各国,美国和德国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 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德国虽然这么小,只有八千多万人,八千多一点,八千二百或者到八千三百万人。 而且国头面积也不大,你看德国也非常强。 非常那么小的面积,就这么少的人口,能够达到世界第二、第三的经济强大到那么大的程度。 哎呀,这个说话现在那些不牛逆了。 就是它的能够占据第二、第三强国的,经济强国、军事强国的地位。 它是很不错的。 日本虽然这个以前的出口,国民生产总统达到第二的时间。 但是它一个是人很多,两亿多人。 现在具体多少,三亿是多少,我不太了解。 另外一个,它没有多少军费支出。 它是因为它宪法规定,限制了它部门发展军事。 所以现在虽然有所发展,就像上期我们介绍的, 他们为了应付中国威胁。 所以他们打算扩展,也进行了一定的程度的扩展。 但是实际上没有花多少钱。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日本人工作很勤奋。 但是因为他们天生的制度的,或者是传统观念的影响, 创新力不够。 全国民的创造力不够。 等级制很压抑的,所以比不上美国和日本。 不可相提并论的。 另外像北欧这些国家,斯坎吉纳维亚半岛, 他们也都是联邦制。 像比利时我们也介绍过。 我经常多次政治改革。 从一个王权制, 现在改变到一个非常,相对来说非常彻底的联邦制。 各社区各愚种都有自己的自治权限。 还有上次我提到德国的社区也有自己的自治权限。 但是我们也在综合各方面的就是, 那还要说一下为什么联邦制比这个集权之好, 比这个中央集权之好。 这是大家可以比较可以看到的。 像这个法国, 它是非常典型的集权制。 它就不是联邦制。 它相比较德国来说就差得很远。 一个在国内的治安也差, 另外一个就是政策也都是比较混乱。 由一个中央政府说了算, 你肯定不如这个各地的自治权。 自治就是个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一个中央集权制就明显效率过低。 有些人的论点就是, 中央集权制就在办大事的效率上比较高。 这些大事其实它对人民的人权或者是权益有没有什么好的影响呢? 这体现的并不是这么充分。 比如说干什么大事呢? 修宇宙飞船。 法国它没修宇宙飞船。 还有德国它也没建宇宙飞船。 也比中国强大。 另外就是,不好意思, 我要说明的是, 德国它不是中央集权制, 但是它建的核电厂之内的, 也比法国都强多了。 多,而且经济各个方面都强。 所以就是你建什么, 搞什么宇宙飞船啊, 什么的这些太空计划啊, 这些可能说建三峡大坝这之内的, 可能中央集权制有好处。 但是对人民是不是有好处呢? 甚至像三峡大坝有坏处? 这就是联邦制比这个中央集权制的优越性的体现。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联邦制还有一点, 你像中国它就是存在这个新疆啊, 西藏啊这些问题。 当然是独立是他们权利, 但是你也得考虑这个国际地缘政治问题, 国际关系。 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比较好战的国家, 都是比较落后的, 对于他们现在的思维观察还停留在这个战略领土, 所以这就是一个威胁。 如果我们中国或者是这个西藏啊, 或者是这个新疆啊, 它独立出去, 很有可能它就成了这个西藏, 很有可能就被这个印度利用了。 这个印度也是好战, 或者甚至被印度侵占了。 比如像这个新疆也有可能被这个俄罗斯侵占, 这都有可能。 而且你像现在从这个那些吉尔基斯斯坦, 哈瑟克斯坦呢, 就以前的中亚小国, 以前从这个苏联分出来的, 都非常腐败。 现在政治制度也不好, 人民的权益, 人权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所以就是, 如果你像新疆独立出去, 会不会也造成那种情况。 这个一个方面是对新疆人的安全不负责任, 另外也是对他们人权的不负责任。 所以就是这也要充分考虑。 当然这个节目呢, 汉子人说了算, 要充分的和这个新疆啊, 西藏啊, 和他们这个人民议会进行讨论。 到时候这个制定中国的新宪法, 或者是这个政治制度, 选举制度的时候, 你肯定就要经过充分的讨论。 个人都要像这个200多年前美国这个修宪的时候, 要进行媒体上的大讨论, 社会上的大讨论。 另外也要在议会里面进行大讨论。 而且要各级议会。 社区级这边德国的社区就相当于中国的乡镇或者是这个城市。 德国有一个特点, 它比如说你一个社区就可以作为一个, 就像中国呢, 你什么街道办呢, 就可以作为一个社区。 它比如说, 因为这样你就, 城市是一个整体嘛, 你就没法有效的运作。 你像柳能堡这样的大城市, 它这个德国还有一级行政机构叫, 叫Christ, 什么叫Christ, 相当于中国的县一级。 就是, 如果你能夸分好, 当然它跟中国的这种集权之中完全不一样。 就是它的社区上面还有一个县。 像它像刘文堡啊, 这些, 埃尔南根呢, 像我们这个所在大学城呢。 埃尔南根虽然这个十万人, 它主要有这个部分是大学和这个西门子, 但是它也是一个不受Christ领导的一个社区。 就是它自己是独立的, 叫Kreis Freier, 没有不受Christ管辖的社区。 它也是独立的, 这样就有利于它的城市的一个整体性的运作。 所以就是, 但是它乡镇, 就是它们的很多, 这个Pormonen就是独立的。 像我以前去到他们这个自己的, 叫什么, 相当于县法, 第三级县法, 自己的章城, 社区章城。 就各种事物, 包括Nargy处理, 取暖。 当然, 取暖这边就是各家, 各建筑物, 自己弄一个取暖器, 或者叫什么软气设备。 因为, 如果政府统一弄的话, 就有很多麻烦, 官僚主义, 低效率运作, 也有可能有腐败。 虽然在德国, 腐败的概率非常低, 但是也有可能。 因为个人自己负责的话, 他也高效率, 浪费少了。 而且德国有法律规定的, 就是你任何时候, 不管是夏令还是什么, 你都得有暖气。 即使人家住户不用, 你也得有暖气。 因为有人要防止长期潮湿, 你的开暖气。 因为在德国, 如果房间涨泥,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严重影响人民健康, 他们把这个房间涨泥, 看得比中国的雾霾还严重。 所以就是, 这都是, 你如果由政府来供暖的话, 有可能它就, 下车民主管, 或者甚至你还得, 还得另外去聘请人, 在夏天招供暖气, 这就是浪费。 体验效率问题。 有没有人提问题的? 现在没有。 还有点, 就是这个, 供费啊, 可能渗透到谷歌和这个YouTube上了。 我的那个大屏, 以前就大家知道, 删了好几个, 被删了好几个YouTube账号了。 后来一个, 我法律手段, 通过交涉, 在多次被封的情况下, 仍然解封的, 仍然能用。 但是这个, 直播功能总是被他们, 以各种不要脸的借口, 封禁的。 投诉他们也不理。 然后又换了别的频道, 用别的频道, 结果直播几次, 又被封了。 所以又换了这个新频道, 这样就没有关注者,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是在这个, 大频道上讨论的话, 就同时, 关注者就能够及时收到通知消息, 就可以参与。 现在这可能只有一个关注者, 或者什么, 还不知道有没有关注, 或者是一个。 这是联邦制, 另外就是制宪的。 宪法的。 首先, 我就说这个, 我们那个网站上, 有那个德国宪法。 德国宪法, 很多人也就推崇美国宪法, 但是美国宪法它不具体。 他们美国, 美国, 英美法系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它就是叛逆。 这样那普通人就没法, 没法去找到依据。 虽然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做美国人, 因为他从小就受到民主啊, 人权啊, 宪政的教育。 在学校里面就, 得到充分这方面的信息。 所以就是用德语说, 就是被信息化。 他就知道他有哪个权利。 但是你中国, 如果你制定一个新宪法, 你没有这方面细则的话, 而且我们也不属于这个, 英美法系。 我们就是成文法系。 所以就是你的, 我就建议啊, 就跟这个德国这样, 直接在宪法里面规定。 你看我们网站有德国宪法。 它有这个第一条, 这是第二十条。 是讲的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在德国跟那个自由权, 跟基本自由是同一个概念。 但基本权利也不全部是人权。 人权和基本权利不是完全同合的, 但是基本权利就是基本自由。 它第一条就是, 人的尊严不可博多。 这也是德国政治家们, 或者是政客们, 议员们, 或者是这个市长们, 经常提到一句话。 就是我们不仅要保障德国人的权利, 人权和尊严, 也要保障所有人。 因为宪法规定的是, 人不是德国人。 这一点很好。 所以就是, 中国呢, 将来也要在这个宪法里面, 规定这些权利。 德国前一条, 是第二十条, 还有第一百名三条。 第一百名三条是讲什么的? 就是讲了, 任何人不得因为, 就是他的叫什么, 他的权利是受到这个, 他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他通向法律保护的道路就不能被活动。 而且不能什么, 嗯, 法律没有, 法, 法无, 法无, 叫什么, 想不想什么, 中国怎么说的, 就法无, 规定, 即无罪, 就是你法律没有规定什么行为是有罪的, 没有明文规定的话, 你就不能判他有罪。 这在中国共产党统的下, 就胡来呢, 随便就说你有什么, 什么罪呢? 以前叫山, 叫什么, 反革命罪, 叫山东颠覆和颠覆政权罪, 然后就是扰乱治安罪, 你扰乱治安罪, 你的规定哪些行为是扰乱治安罪, 你不能随便就, 就把人用你扰乱治安罪, 他就违背这个法无, 规定即无罪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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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 另外一个就是一条, 一百年三十, 就是任何人不得因为就是, 同一罪被两次处罚, 中国据说还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人什么, 当然他犯的罪是很可耻的, 他常常是个老师, 或者强奸幼女, 然后第一次判了两年, 当然就是因为有, 这个地方保护啊, 有后台啊, 关系啊, 后来他又上诉, 结果被判了十三年, 这个必须啊, 首先, 如果要这样判的话, 这是, 基本上是, 叫这么, 在文明国家的话, 在真正的民主国家的话, 法治国家就是违法, 为什么? 因为你, 差别这么大, 而且, 第二次判刑不能高于第一次, 只能减, 但是这样也有个前提, 就是法官没有寻思枉法, 如果你判出法官寻思枉法, 在中国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你得判, 你得同时判法官的行为, 但是这个却没有, 只是判了十三年, 这有可能也是一种权力博弈, 也有可能被害者中有人的家里有关系, 或者是后来花钱的, 这也有可能, 但是中国就是一个非法治国家, 共产党独裁的国家, 共产党说了算, 谁权大, 谁钱多, 谁说了算, 所以都是违法, 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然后第二条就是人的自由行为权, 要得到保障, 什么自由行为权呢? 就是他想做什么做什么, 就是你只要他不是犯法, 而且这种犯法是在那个叫什么, 可以被, 中共我一下想不起来的, 就是他做什么, 就是对别人要产生危害的情况, 比方说杀人啊, 殴打啊, 这些被及时制止, 其他的比方说, 如果他是别的什么事, 你暂时无法判定他是非法, 是合法, 你就不能限制他, 因为这样你就, 你就可以, 你就会以自己的意志呢, 限制别人的行动自由, 比如说你认为同性恋不对, 但是法律规定他是对的, 但是你认为他不对, 你阻止他, 这就是不对的, 这就是违法, 不对的, 就是人的自我发展权, 其实在德文呢, 他的原因就是人的发展权, 不受侵犯, 但是这个发展权, 实际上解释开来, 就是人的行动自由权, 宗教自由啊, 以什么方式来, 以什么方式来, 叫什么, 他这个德语叫操作, 中文应该怎么说呢, 叫, 就是以他的信仰, 以他信仰的方式来进行, 来实现, 实现他的信仰, 比方说他, 他如果是某一个教派, 他要去武藏山, 或者去什么, 去什么, 武藏山, 磕头, 一路走, 一路磕头, 一路走, 一路磕头, 去朝拜, 这也就是他的自由, 他要以这种方式来, 体现, 展现自己信仰, 实践, 实践自己信仰的自由, 另外还有这个, 言论自由, 叫什么, 媒体自由, 还有这个, 德国还有点, 就是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 这个在中国是受到严重侵犯的, 你像电视啊, 媒体啊, 报纸啊, 都掩盖真相, 这就侵犯了这一条, 掩盖了多多的人民获取信息的权利, 包括这个, 中国的, 叫什么, GFW, 防护墙, 这也是, 是, 严重侵犯人权的, 侵犯基本权利, 或者基本自由的, 另外还就是, 自主择业权, 自己选择专业的权利, 还有点艺术自由和学术自由是绝对权利, 在这个德国宪法中, 艺术自由和学术自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 他这个, 你像别的权利还有什么什么, 当你的这个什么事, 受到, 在一个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受到限制的, 比方这个集会权自由, 它虽然规定公民有集会自由, 但是它另外又有规定的, 第二条又规定的就是, 如果你是在这个自由的天空, 就是敞开的环境下, 不是在这个封闭的空间, 进行集会, 集会就是超过三个人, 但是有的, 有的法律专家说, 两个人也算集会, 但一般都是三个人以上, 包括三个人, 就是你就得通知政府, 说你要集会, 这样是因为德国曾经有这个, 就现在还有这个, 法西斯主义, 这很多, 所以如果,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如果他们不汇报的话, 就有可能这些, 发展成为后来的, 就是打砸枪啊, 甚至是发生了巨大的, 暴乱啊, 这就有可能, 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实际上是, 应该是不受限制的, 我是, 人民是, 人民主权, 更加民主, 国民主权, 作为国家主人, 做什么事还要去, 去通知你政府, 这是, 这就叫, 可以收到限制的基本权, 集会自由, 但是学术和这个, 艺术自由是没有收到任何限制, 宪法上就没有规定, 包括这个, 言论自由, 就没有规定, 我看一下, 哎, 我的, 我的, 宪法没有带上来, 看一下这个, 嗯, 第五条, 嗯, 德国基本法, 它这个第五条规定就是, 嗯, 禁止, 就是, 它这个表述方式, 德国的法律啊, 如果它的表述方式不同, 它的意思也不一样, 它就是, 它就是, 一个严论审查, 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 它的真正的执意就是, 一个严论审查, 是不发生, 这个严论审查, 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允许有这个严论审查, 不允许它发生这种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它这个媒体自由, 和这个信息自由,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通过什么, 通过, 叫什么, 电台, 电视台, 还有这个影视, 这也是受到保障的, 就是也是, 产生这条逆法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以前呢, 就是这是个新东西, 对这个制定法律的时候, 制定这个基本法的时候来说, 所以它们也加进去了, 因为它以前的规定可能就是, 文字方面呢, 是自由的表达, 然后就是, 它的学术和这个, 叫什么, 和艺术自由, 这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 艺术就是表达方式, 如果你对于艺术进行审查的话, 就, 这就是, 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 叫什么, 是谴责这个政府的, 如果你对它进行限制的话, 就是, 有什么道德政府官权, 然后这个学术自由也很重要, 学术自由你不仅仅, 牵涉到这个,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 或者是, 社会的发展, 你还牵涉到这个, 政治和伦理的发展, 这方面的学术, 对民主啊, 自由的研究, 这个也是不能受到限制, 像我以前多次讲过的, 它受到限制是有什么情况呢, 如果你这个艺术是, 是上街杀人, 而且这个, 这里就不对了, 你像这个, 如果人自杀, 前面, 第二条就是, 人有自我行动自由, 就是人如果自杀, 你也不能阻止他, 只要他是经过生死熟女以后, 考虑决定的, 如果比方说一个家人, 他病得就是痛苦不堪, 经过生死熟女, 他决定自杀, 你就不能阻止他, 不然的话你就侵犯他的自由, 但是德国法律啊, 他没有这个, 他然后里面说这个伤害, 他一个人, 他同意让另外一个人把他打伤, 他觉得就是, 被虐狂嘛, 他觉得这样很, 很满足, 这个打算是不犯法, 但是如果一个人说, 哎呀, 我不想法律把我杀掉吧, 这个是违法的, 杀他的人是违法的, 但是是侵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权,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叫什么, 法律, 法律对象, 不容被侵犯, 任何人不容剥夺别人的生命, 只能剥夺自己的生命, 这一点就是, 也是我也有一点意义, 如果一个人因为长期这个, 情绪低落而决定自杀, 这应该对他采取介入治疗, 如果他是病的一种绝症, 现在也没要治, 也没法缓解痛苦, 这样他愿意自杀吧, 这还可以理解, 当然我们没有权利让别人去, 痛苦的活着, 我有时候自己也在想, 如果我得了那种命, 我会选择死, 虽然原则上我不会, 但是如果的确是忍受不了, 可能死的反而更好, 也是种解剖, 所以就是, 这就是说到这个自由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财产自由群, 这个是德国宪法上也是规定的, 一般的情况下也很少提, 甚至考试就很少考, 但是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权利, 他不像这个中国宪法后来补充的, 就是为了加入WTO, 加入世贸, 补充他说什么, 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是神圣的, 然后私人财产得到保障, 私人财产就不神圣, 你作为共产党一个无神论, 宣称自己无神论的政党, 竟然用了神圣两个字也很有意思, 神不就是, 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精神啊, 这个, 状态啊, 另外一个就是神啊, 当然他这个地方, 神圣两个字连起来一起, 用说什么东西神圣, 崇高的话就不是指这个思想, 而是指这个, 有神论的神啊, 也很可笑吧, 公有财产, 共产党拥有的东西就是神圣的, 人民自己的东西就不神圣, 所以就是, 但是德国宪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就是, 所有权和这个继承权, 是受到保障的, 并没有说, 政府所拥有的财产就神圣的, 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就不神圣, 所以就是, 这一方面, 还有一些, 我看一下还有哪些自由权, 然后就是这个神圣自由权, 财产自由权, 不好意思啊, 然后就是, 啊, 然后这个, 叫什么地产也是受到保障的, 然后还有这个, 住宅不可侵犯权, 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条就是, 第一款就是, devolume is unfairness, 直译就是, 但是德语它有这个, 官司, 比方说我们说房, 房, 叫什么房子, 或者是住所, 我们就叫住所, 但是它这个叫地, 就是那个住所, 其实它并不是指这个, 就是一种习惯性的, 这样的英语的, 就是, 是不侵犯的, 直译就是, 就是, 那个住所, 是不侵犯, 实际上就是, 居住权不容易侵犯, 就是你警察要进一个地方搜查, 你必须要得到这个法官的许可,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能进行搜查, 如果要进行窃清呢, 这些东西都, 就必须, 这个第十三条非常详细, 它一共有七款, 它里面规定的非常详细, 你要窃听, 针对某一个目的, 比如说是恐怖分子啊, 然后法官批准了这条, 你就只能针对这一条, 然后这个任务完成了, 你就必须立即取消监听, 而且你这个, 监听的数据啊, 这些东西啊, 你都要随时可以供这个, 监督机构, 就不仅仅是法院的, 还包括这个议会啊, 政府啊, 相关的监督机构, 监督你的警察啊, 安全部门释放, 难用权限的, 难用职权的情况, 要随时保障, 让他们能够进行检查, 读查, 读查, 这就保障了, 就像共产党所谓的, 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 就是保障他们, 各个人的私利, 共产党的私利, 然后还有这个, 男女拼等权, 然后还有人人拼等权, 无论这个来源, 不管你是什么民族, 你是从哪来的, 你的父母, 你自己是哪个国家来的, 哪个州来的, 关键说, 肤色啊, 信仰啊, 受教育程度啊, 是否残疾啊, 这都是, 都要受到公平对待, 对待, 所以你就在大选里面, 这个很多残疾人也在上学, 而且要给他们残疾人通道, 要保障他们能够正常的, 学习, 方便的学习, 还有什么缺临的, 就是, 就是, 我说的这个, 工作自由选, 选择这个, 自由选择工作岗位, 工作单位, 然后也是工作行业, 然后也不得被强迫地, 进行贸易工作, 所以在德国, 父母是没法强迫着自己, 选择贸易工作的, 然后这个, 另外, 他这个, 嗯, 也在德国也存在这个, 强迫劳动, 他是什么呢, 他必须要由这个法院, 判决的, 这个有期徒刑, 才行, 并不是说完全就是, 故意去强迫劳动, 在中国为什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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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跳入, 这些, 那些人著瓶殷ilesis是用的, 国家抵制, 因为在中国, 监狱图犯, 或是被牢狡击犯放, 你们猖疼犯 eats。 还有这些人的啊, 他们这些人, 自由迁徙权,这些也是应该得到保障的 在联邦范围内,当然现在欧盟在欧盟范围内 不受限制的,可以在任何地方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 通信秘密权,这个在中国是没法保障的 随便一个小警察就可以查看信件或者国宝 通信自由权就有限制,学术和艺术自由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在宪法上 通信秘密就是在宪法上可以受到限制 但是他也必须通过专门的法律进行限制 当某人的通信威胁到国家的基本原则 民主国民主啊,民主自由民主啊,或者是 危害到这个国家的民主体制,或者是国家安全的时候 或者是某一帮的安全的时候 但是这个法律可以规定这方面 有某特定的机构进行检测,或者是查看 就不像在中国就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随便国宝就可以以国家安全的民意来进行监督检查 然后这个没有哪条法律规定监狱里面可以检查犯人的信件 但是在监狱里面这是常态 所有的信件都是被检查的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危险 然后还有什么权,就是这个集会自由权,抗议啊这些 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成立协会啊这些,叫什么权力 我一下想不想汉林怎么说 叫什么权力啊 就是随便几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什么协会啊 或者是一个结社自营 这个任何人都可以成立一个社团啊 不需要这个通过,通过,通过政府批准 但是如果你经过法院注册了 就你可以得到这个政府补贴 这个是,是,是,是一个 就是为了,如果你的这个结社啊,你的目标是为了社会公益 不是为了个人兴趣,而是为了个人赚钱的话 这是政府对这个公益社会的支持,鼓励更多的人 分担社会负担 然后就是集会自由,然后就是,还有什么 哦,还有这个,教育啊,是在这个,是应该受到政府监督的 这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受教育权 如果你不监,政府不监督国家或者叫国家议会啊 他这儿啊,他这个德国所说的政府啊,他有个狭义的政府 就是行政权,然后还有广义的,就是,包括所有的公权 行政,逆法,司法,让在德国逆法和行政 基本上分不清楚,这也是个弊端 然后就是,第六条就是,婚姻和家庭也是受到政府的保护的 其实这个慢慢,可能这个叫这条要改变的 因为很多人,院的多的人不结婚的,不成立家庭的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他主要是保,婚姻和家庭是受到国家保护的 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就是,后一代 保障这个后代,下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和教育 可能以后就会改变成,单,具体的规定 就是,未成年,幼儿啊,是受到保护的,保护他父母的抚养 这可能就是没这么简单的,如果不是在家庭和婚姻的框架内的话 那就要进行更细致的法律规定 但是我估计这是发展趋势 然后在第五条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 言论自由啊,艺术自由啊,学术自由啊,奥迪斯尚有信仰自由 就是任何人都有这个信仰自由 然后有这个实践他的信仰的自由 以什么方式实现呢,是磕头露天 在公众场合磕头啊,还是在什么路上爬行的啊,这就是他的自由 只要不妨碍公共安全,不妨碍公共交通啊,或者这些 那第三个就是说人人平等 男女平等,肤色的就是平等 然后第二条就是这个自由发展 然后还有这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或者是身体不受侵犯权 然后是个人自由不受侵犯 但是这个身体和这个叫什么,生命自由和自由这些是可以由法律来规定 由这个国家来进行侵犯的 当然现在也不准侵犯生命权 以前是德国还有死刑的 当然现在这个拜人帮呢,他的宪法并没有废除死刑 但是因为这个联邦法高于邦法,联邦废除死刑 所以就是拜人帮也没有死刑 然后就是这些17条 这17条是什么 然后他有这个可以叫什么 他有这个叫什么抗议权,向政府某机构抗议的权利 有点像中国的上访,但是不一样 然后还有这个所有的德国人都有这个反抗权 革命权,国家侵犯的基本原则 什么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共和原则,联邦原则 还有这个社会福利原则 德国是一个民主福利国家 福利是什么呢? 其实就相当于共产党天天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福利 所有人都享有受教育权的 失业者也享有生存权的 政府能补贴房租啊,帮他们进行再培训啊 帮他们找工作啊,这些 就是受到保障的 分队啊,在各个方面 就是你可以 这以前呢 现在是职业军人制 以前是义务兵 如果你不愿意当兵 你说我不愿意去,我因为自己信仰问题 你不一定非要信仰某个宗教 因为我就是信仰和平 我不愿意去当兵 那你要参加社区劳动 即党当兵 或者你去哪个社会公益机构参加服务 甚至去国外参加服务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取消 但是还是很多人参加 作为一种传统 因为他去国外啊 或者社区服务 他也能锻炼自己 然后他规定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 某一条这个基本权力受到这个法律的限制 所以这个法律必须是普遍性的 你不能是针对某个群体或者某个人 这样就是如果保证公平性 然后这个 讲到一些基本权力 当然这是一些细节方面介绍 这些我们在中国未来的这个宪法中 或者法律制度中都应该进行保障 然后就是选举 选举制度的 现在英美国家的选举制度 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缺陷 就是 隐者通吃 所以就容易导致这个两党制 因为你其他小党就没法生存了 因为你一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 或者议员 这个人如果得到了超过50%的选票 他就当选 那另外49%多的人 他就没有自己的代表 就就就 他的某方面的特殊利益 就没法得到保障 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是 我建议就是 实行这个比例代表制 什么叫比例代表制 就是 当然这个比例代表制也不是特别完美 德国是实行那个执选制和比例代表制结合的 比例代表制就是由政党 你选 选民选政党 你说我选这个党选那个党 因为各个政党它的方针 指导 指导 指导原则 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比如说 他们虽然都是维护民主自由 人权这些 但是某些人 想说绿党呢 更多的关注这个社会弱势群体 关注人格的发展 我们前面提到过宪法中规定的这个基本权利 关注人格的发展 以及关注这个 叫什么 公平啊 自由啊 自然环境呢 包括社会环境呢 所以也有人选它 我经常在这个特别项目这边 我们这个大学城 知识分子居多 西门斯里面有很多这个 受到高等教育的 还有大学里面 当然就是更 认识知识分子 更知识分子化的 所以就是 嫌绿党的比较多 嫌这个 德国宁内选择党的 就是 法西斯以为是倾向的党 就很少 就低于其他地方很多 很多个百分点 但是也还有百分之几 但是你不能拍照 本地也有这个 其实大学里面 大学生里面 老师里面 教授里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右翼分子 或者纳粹分子 但是学生里面还是很多 也基本上逼不了业 但是他是成年总 他也选举选嘛 所以就有百分之几 纳粹化的政党当选 或者得票逆 然后就是这种 比例代表者就是 有一个异端是什么的 就是这样就是 会这个导致政党的极权化 就是由政党的这些人 你像这个政党的所谓的 所谓的引导者 他们就是 如果他们这个政党当选 比方说一个选区 有30个名额 30个议员名额 某一个政党得到了20个 然后就由政党的分配 这20个名单 20个名额 比谁给谁 然后当然他们一般的情况 也是在内部进行一些选举 谁的这个党内的候选人的 得票率是多少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 这难以为调整 如果一个人 比方说他这个政党得到 20张选票 还有可能前15个人 在党内选举里面 得票率最高的前15个人 得到15个席位 但是后面5个就不一定 但是也有可能 你得票率第一的人 你也得不到选票 政党不给你 不让你去进议会 不送你进议会 所以这就容易导致这个政党专权 这也是个弊端 最好的是这个爱尔兰的 叫一票多计制 他是怎么样的 他是不是选政党 他是直接选个人 而且个人呢 以前就不标明他属于哪个党 这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政党专权 后来就是因为一个是选民 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这些候选人的背景 和他们的观念 另外一个就是工作量也很大 所以就交了他是哪个党派 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起码他大体是什么政治主张 而且这也有个弊端是什么的 就是因为他候选人很多嘛 可能有一个 你上一个选区 可能有四个六个候选人 很多人就他习惯 无所谓的 勾选第一个第二个 人好像是可以勾选三个 第一个爱好 第一篇号 第二篇号 第三篇号 有些人就只勾选前面的 这样有些候选人就为了把自己的名字 排在前面就改名字了 比方说他本来叫 他改名叫阿当 阿当叫亚当 就是A开头 然后他可能就排在第一位 甚至有人就用两个A 阿弘 两个A 基本上就能保证排在最前面的改名字 所以这也就是 有些政客就很无耻 用各种手段 他计票是怎么计票的 这样也节省人力无物理 为什么也避免了政党官权 为什么节省人力无物理 他只选一轮 有很多国家如果第一篇 大家都没有得到多数票 就在进行第二轮选举 但是他这个阿尔兰的选举制度 他就是你选的 你在开始就选了第一篇号 第二篇号 第三篇号 然后进行第一篇号的统计 如果第一篇号中 所有被第一篇号圈选的人进行统计 比方说我 我这个 一共有六个候选人 我参与选举 我在第一轮 在这个第一篇号里面 被选民圈选的第一篇号人 我占了50%的选票 那我就当选 如果没有任何人当选 然后就把第一轮的 这些所有的就去掉 然后就是看第二轮 而且第一轮 如果你属于某一党派 你的选票不作废 你就过渡到第二轮 你的选票 你的那个同一党的候选人之间里面 就不是过渡到这个党里面 而是过渡到你同党派候选人身上 然后他这个当选的话 就是如果有百分之多少的人 他达到一定的比例 他就当选 如果第二轮还是没有产生足够的 比方说他只选了三个 但是这个地方要选四个亿元 那么再进行第三篇号的计算 你这个前三个当选的这个票 就当然就用了 就不能再计算 但是如果 我要继续再看资料 好像是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你这个远远超过这个 得票所需要的票数 然后多出来的票 你在第二轮中当选的那个候选人 然后把多余的票 也可以过渡到第三轮里面 第三篇号里面 从党派的候选人身上 这也是公平的 因为他也绝对多数票当选 他的票就浪费了 但是他应该进行从党派的 在也要照顾党派的得票率嘛 所以他就过渡到第三名 第三篇号 然后再选出一个一个人出来 一个得票率最高的第三篇号里面 那个人出来 所以这样就只是在计算 而计算现在都是用电脑 所以也不费力 也就是人民物理 既照顾了这个 叫什么参选者 个人的 叫什么 个体参选者也 也照顾了这个党派 因为他是 如果他这个转让的话 他就是往同党派的候选人身上转 这样就是也保障了这个 党派的 因为有些党派的观念不同 可能选民更喜欢某一个党派的观念 所以就是他 所以他在权显偏好的时候 他也权显了某一个党派的 当然也防止了党派专权 因为你只能选民单上裂合的那些 某党派的候选人 不是说是选出党派的 得票率 然后得了 有党派在根据自己的得票率派选议员 这样就防止这个党内的官僚主义 甚至极选主义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日本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日本的那个党派 当然他以前那个 叫什么 以前的那个 赞助制 就导致了这个 有影响的那些得到的赞助款多 而且政府没有支持这个选票 没有财政支持对政党 所以就导致了政党内全是人物的独裁啊 或者是叫什么 专权 很多人说这个 很多国家 我上一次也提到过 他不愿意采用爱尔兰的选举制 或者不愿意采取这个更省钱 更省时的选举制度 他们说是选民就是素质不高 这也跟共产党说话 和五毛的说法有点像 选民素质不高 不适用于这种制度 所以有时有些人就会 你放德国也有这种观点 说这个 德国选举是一方面他参与两张票 或者一张票他分两难 一难是你选这个候选人自己的单 叫什么单独的候选人的名字 另外一个是你选那个党派 有些人你搞不清楚 他说这个搞混乱 他本来想选 比方说他以为 他本来是觉得这个人好 但是他不想党派 他会在这个 直接选 直选这些男的 他选这个人 然后他另一个男的 他就不高兴了 他说不愿意选这个党 他以为是你必须选 想什么 比如说你这个人在某一党 然后你在左边边的选他 你在右边边的选他 你必须选同一党派 他有人就不愿意 但是他搞不清楚 他还是把这个 把他同一党派 把他所选的那个个人 单个候选人的 所属的党派圈 这就违背选 就是他自己的选民的本意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也是因为政府宣传的 估计他们就不愿意宣传 德国的官僚主义很严重 公务员都很懒 公务员的素质也不太高 这是有能力的人 他们也不愿意去当公务员 这就是一个弱端 在西方国家 公务员都是属于能力平庸者 比较难度 他敬业也很难 经常找不到人 所以就是 其实埃尔兰的这个选举制度 反而不会倒到这个问题 他就选自己喜欢的人 他还避免到这个复杂性 但是很多国家就政客们说 这个制度太复杂了 其实一点也不复杂 也就是很简单 我喜欢 我最喜欢谁 我就把它圈在第一篇号 觉得第二篇号里面 这个人比第一个差点 但是还可以勉强 第三个 再勉强一点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而且计算的话 虽然阿尔兰独立的时候 当时可能没有普遍的计算器 比较麻烦 但是现在都是电脑计算 那就太容易了 敲一下键的问题 程序设计好了 第一篇号 你点一个选择第一篇号 然后点计算 结果就出来了 然后再确定 那就自动选出来了 然后如果没有得到 然后电脑也会自动计算 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人数当行 然后再进入第二篇 然后第二篇 如果还没得到足够的人 就进入第三篇 这就很容易了 是不是 不费事 所以我建议 我将来会专门讲 这个阿尔兰的选题制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 我的论文专题 我就是选这个 教授也很满意 哎呀你这第一学期 刚学了 刚学德语的人 你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不错 这个我也要重点讲一讲 让大家都理解这个选举方式 这的确实是审实审理又公平 不知道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这也是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就是任何国家既得利益者 那些政客都愿意维护现在的利益 自己的利益 你比方德国的这个行政和立法 基本上是农业批人 他们的议员也可以担任政府职务 你想美国就不行 美国总统就不能担任议员 但是德国就可以 德国的这个默克尔是实现的 德国的总统是没有实权的 但是总理也有实权 但是总理也同时是议员 他们就不断地给自己增加赛誉 也不愿意进行这个改革 如果他进行那个 埃尔兰的政策制度改革 前级制度改革 可能会对他们利益差的影响 这个我还没具体分析过 大家可以分析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 一个是削弱政党的专权 政党里面的实权派的专权 因为每个人都是以独立候选人的 都是以这个单个候选人的 什么出现在选民名单上 大家可以直接选个人 另外如果这样的话 公民的权力 对议会的控制权也大了 他可能就会要求削减 这个亿元的工资 我上面一天 我亿元的收入是非常高的 一个月一万多欧元 下来一万七左右 这是2015年 2015年的数字 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 更高 另外一个就是提到这个 我也经常在那个推特上在发 然后就是说这个 美国他这个三权分立是非常彻底的 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学习 但是他也有一个弊端 什么弊端呢 因为他这个总统权力过大 这个也不好 你让这个川普他可以无作非为 为他自己的私利瞎搞 这更好的就是什么制度的 就是这个内阁制 总统就相当于这个德国社区的这种制度 德国社区是什么制度的 他们也选一个所谓 他们也称为 Werger Meister 相当于这个 叫什么 民众总长 总代表 Meister 就相当于Kunfu Meister 或者是 就是师父的意思 也像做面包的大老板 所谓大师父也叫什么 Meister Bekker Meister 然后这个石匠的大师父 就是一个面包店的店长 大师父就叫做 他店长也同时就是 因为他在德国 你必须要进行考试 考试通过了 你才能开面包店 所以他这个面包店的师父也是店长 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是统一的 这样也好增加责任性 所以就是 然后他这个事两也叫做Bekker Meister 就是公民或者民众师父 就是大师父 相当于仇人吧 但是他没有独立的权限 没有专权的权限 专断的权限 他必须和这个Hardhouse Hardhouse是什么意思 就是意识听的议员们 就是社区议员 就像推特上加拿大的石青 他的推号叫Joseph10 他推名叫Joseph10 他推号叫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就很难记 如果你想想在推字 他直接提到他 宣他的推号就很难 也不说输入Joseph10 他不出耐他的推号 他推号好像是没什么规律的 什么AV4560之内的 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用这个 要么用个好字 像我的LOD 三个字符 一个数字 粘六个字符 很简单很好记 要么就用名字 直接用Joseph10 这样大家都记得到 或者我另外一个推号叫刘德军 直接用姓名拼音 他也好记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都这样 你想他也是属于社区一员 这就很重要的 你社区一员就是 直接参与政府运作的 什么事情 所有的事务 除了这个事务权别 这个市长可以决定一些小权利 比方说什么 给那个 你看他这么圣诞市场 你看我们经常看来摆摊 德国是可以摆摊在大街上 广场你可以摆摊的 然后你摆摊的时候 你要得一个摊位 可以市长签字 但是也必须经过房间的程序 申请 Hot House下面 他所有的机构 所有的政府部门 办公室都在Hot House里面办公 但是他们是受着Hot House领导的 市政局领导的 医政局领导的 你向这专业的办公室 特地管这些事务的办公室申请 譬如市长签字 这就是市长的权限 但是其他的很多事务 比如说在哪儿 建垃圾厂 什么的 建运动场所 或者健身场所 都需要医政厅开会同意的 市长不能单独说了算 包括一些补贴 比如说 以前我经常讲到 包括社区房 政府 社区 他们议政厅 通过一个规定 要对运动员进行补贴 你要去外地参加 去波林 或者去哪儿 参加运动会 政府给你补贴 一些路费 120欧元 也不太多 然后就可以申请 但是不能由市长决定 市长可以提议 甚至一些议事群的议员们可以提议 但是必须通过多数决定 多数通过投票决定才行 我建议将来总统也实行这种 总统没有独断权限 他不能一个人像川普那样随便说了算 你必须与各部长一起讨论 进行投票 你这个社区小 你可以什么事都由议员局开会 议会决定 政府联邦一级和邦一级的 就不能这样了 这样你所有大小事都在联邦议会开会 甚至有些人还要什么搞成全民公投 那就没必要的 而且太费时间了 任何事就全民公投 大家都不工作了 浪费时间 但是可以由总统和这个部长 而且这些部长就不能由总统任命 部长如果由总统任命 就是什么出金那种独裁了 就换他不换药了 所以就由部长 你把某些小事物 可以授权总统 单独决定 但是如果这个部长 部长们后来可以 如果有人提出异议 比如说有两名或者五名以上 或者几名或者一半 部长提出异议 进行否决 这也可以 但是事后否决 那是事前 可以由总统再决定 另外还需要制定那个紧急状态法 这个在民主治国家是必要的 也是安全的 但是你在这个不民主国家 紧急状态法就授予总统过大权力 那就是西特那时代 西特那通过紧急状态法 就是在战争状态 或者受到侵略的情况下 你可以就 可以实行 由总统申请 或者由议会 或者议员或者部长申请 然后通过议会 三分之二 这个应该是四分之三 两院 两院参议院众议院的这个 四分之三多数票 或者三分之二多数票 应该是四分之三 这跟修宪一样重要 四分之三多数票通过 就是所有代表数 不是出席代表 因为像德国 它有时候有些议会讨论一些法案 它可以由这个参加投票的议员的 或者是出席议员的办数 过办数决定通过 那有时候如果我只有五十个人的本担 议会里面有七八百个议席 这五十个人 甚至二十个人参加 我就有一次看见 那就是个丑闻的 就是也是现场直播 议会讨论 好像只有二十多个人参加 然后他们也在那儿决定 这怎么能代表人意的 所以就是也引起大家很大的反响 就是四分之三的 所有议员数的多数票通过 才能受益总统紧急状态法 紧急状态权限 它可以调兵 或者什么的 但是也可以在事后通过议会的 三分之二多数否决的 但是总统可以为它提高效率 它可以在这个紧急状态下 可以决定的 实现单独决定的 当然像这个以前我讲过的 美国政治制度 你那些发动战争呢 这些都需要经过议会同意 像美国总统现在它单独可以就是派兵到国外去参加什么任务 但是必须在三个月或者半年内经过议会同意 议会如果没有宣布同意的话 就必须结束 这个总统就不能 议会不能 总统没有宣战 是这么简单 所以中国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但是不能有总统说的 起码要内阁开会讨论 因为内阁就少了 像美国在13个部 因为内阁部长加上总统 或者加上国务秘书 就国务卿14个人或者是13个人 总统加部长 这都可以到时候在宪法里规定 那也不难 大家开个会讨论 也不是太费时 你召开议会就难 就花了时间多了 议员们要赶过去 然后要讨论 就花了时间多 当然 也可以由议会事后推翻这个内阁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还有哪些方面呢 我也没写下 所以有些现在不太 这个眼睛也影响我这个 眼睛很影响我这个大老思维 可能有些发言 还有哪一方面 一个是三权分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哦对 还有这个前面讲的选举议会啊 这些都是立法权 然后行政方式啊 有内阁制啊 代替这个美国的总统制 这是第二方面行政权 然后司法权 司法权就可以就是 可以就是参考美国的综合德国 还有其他国家 要成立宪法法院的 德国是有专门的宪法法院 很多其他国家 包括南非也学德国 有专门的宪法法院 甚至俄罗斯都有宪法法院 但是美国他没有宪法 美国的是联邦法官 他可以代替宪法 同时行使宪法法的责任 这个也可以参照 对宪法进行宪法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 这个美国的联邦法院 最高法官们是不是全线过大 这样就导致这个总统 而且最高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 这就导致这个总统全线过大 我的建议是 最高法官应该是经过两院 经过两院选举 然后再由总统走过场式的任命 因为总统毕竟代表国家嘛 最高法官也是代表国家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方面比较好 而且这个宪法法院 就不是美国联邦最高法官那种方式 这样也有利于这个宪法法院的 叫什么 做个调整 不至于僵化的 当然美国的最高法官都是 道德素养和职业素养 最很高的 所以这个还需要 我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究竟是美国的这个联邦最高法官 联邦最高法官的 九云大法官那种制度来好 还是这个德国的这个联邦宪法法院的 联邦 德国不仅联邦也有宪法法院 然后他这个邦也有宪法法院 但是我还要继续深入研究一下 究竟是哪种宪法法院的形式好 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官 不是宪法法院 但是他行使宪法法院的职责 也算是宪法法院 这进行研究一下 但是说着这个联邦宪法法院 德国的法院经常犯错 就是下级的法院 因为他们德国的关注主义很严重 而且德国的法官 他是自治的 自治权的 他可以一辈子不上班 必要他是得到的这个联邦宪法 得到这个法官职位 他也可以规定什么时候开庭 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不上班 如果就是 不是这个 因为这个方面 因为如果他甚至理论上 他甚至可以选择半夜开庭 但是这个方面 他对其他对这个当事人和法官 和这个律师这些人 包括这个亲属 旁勤者 健康造成损伤 因为健康权在现场中 也受到保障 所以这个估计是违宪的 偶尔一次两次 这个紧急状况下 估计可以选择半夜开庭 一般情况下 理论上他有这个权限 但是他的权限 这个权限 他也要受到这个 就是我前面提到过 某些权限 比方说这个 学术自由啊 艺术自由啊 在和其他的基本权力 发生冲突的时候 是可以受到限制的 比方说你不能以艺术的名义 上街杀人 难杀无辜 所以就是 如果法官 按理论上师 可以自己决定 什么时候开庭 什么时候上班 如果他对别人的健康 或者这个 不好意思 我有点感冒了 对别人的健康 或者是工作权 或者经济 或者财产权 受到侵犯 所以也是 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就是中国将来 也可以实行这种制度 就是法官的独立性 法官不受贪责啊 不被他犯罪了 或者是不能由政府 或者是这个 法院上级法官随便解雇啊 可以被剥夺法官职位 这应该也是由政府 有议会 通过 然后由这个政府代表 或者总统 帮主席啊 签署 解雇 然后保障司法独立权限 但是中国的法官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中国的目前呢 所谓的法官 很多都是那个 当官的狗 既没有法律素质 没有这个专业知识 也没有这个所谓的 政治 政治判案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观念 所以讲来 中国的法官问题 法官队伍是个 最大的问题 所以迫切的需要是进行职业素养 培养 职业人员的培养 但是德国的这个 法律学习啊 非常长 所以最少 就需要六年到八年 所以就是 成立这个 成立法律专业 像那个德国式的 或者美国式的法律专业 然后又这个聘请 聘请这个 国外的专家 这个也很重要 教授啊 由他们进行授课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然后就是在国内教学 当然你 不可能所有人都出国 一个是费用过高 另外一个他出国 他可能不一定回国 所以在国内教育 是重要的 一个也可以进行英语 或者是德语的教学 当然这也需要 也需要加强 英语 德语的学习 在学校里面 你像这个德国 他是学校的 从小你就可以选择 各种语言 他不是只有英语 什么西班牙语啊 意大利语啊 拉丁语啊 就苦拉丁语 还有苦西纳语啊 什么俄语啊 什么俄语啊 但是学校里面 也还有中国 各种语种 对 所以 所以 他们就是多样化发展 不像中国 只有个英语 然后还什么要 甚至 中共还企图取消英语教学 怕人们缺到西方文明的 缺到西方文明的影响 大家可以 现在自己就可以学习 如果你有志于这方面 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找资料 中国的法律 当然就是 也可以学 但是 在中国法律 学法律就是 是个笑话 你想真正的维护一下正义呢 你就得坐牢 要不然你就成为一个 拉批条的 为法官 为政府 为公安拉批条 如果有志于推动 中国法治建设的 建议你们 要么出国 现在你在国内也学不到 要么出国留学 要么自学 在最好的方式上 如果你自学法语 自学德语 英语 然后自学原著 当然更好 如果不行的话 你也可以找找这个翻译 起码有个了解 为自己做好准备 你有它基础知识的了解 将来再学习 有条件的话 将来再学习 就很容易了 你看我之前 我对德国的法律什么的 德语一窍不通 我来德国的时候 就不会德语 一切都是从头学的 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精力 受了很多的苦恼 真的很痛苦 因为德语本来就很难学 德国人学这个德国法律 就是很多这个 你要开学的时候 一千多人 那后来就剩下两三百人了 就是很难的 很难的 看不懂 学不懂 也花费很多精力 以前我刚才学了 就经常头疼 现在也是学多了 特别喝酒了以后 再学就头疼 充分体会 用中文学的时候 没有体会到酒精的危害性 但是学多一学就体会到 这是很明显的区别 我也将来以后 如果时间更多 我也会开这个 在网上开这个 德国法律课程 各方面 民法 刑法 和公法 公法就是 设计的公权力 议会 政府 法院 包括还有一些 行使公权力的 我提过的 像这个 德国的那个 烟囱工人 就是检查 烟囱工人 就是检查 通的那些 他们也是 在法律上 也是 公法范围内 因为它行使的是 公法的 政府的职能 因为政府 为了安全 为了能源 结能 也会托他们去检查 每年检查一次 所以就是 这些我都会讲 而目前我自己 要通过这个 国家司法考试 我会抽时间 把政治制度讲完 我就开始讲法律制度 政治制度 是根本的 因为我多次强调过的 就是 人民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力 而且可以通过哪些制度 哪些手段 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限制政府 侵犯人民的权力 自由 这样它就会有动力 不然的话 尤其在中国受教育程度 低的联工 他们不知道自己 他们可能有时候 从一些文学作品 人事作品 知道人权的自由 但他们不了解具体 如何保障自己的 争取自己的权力自由 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想 哎呀 谁当官都一样 他的权力都是受到国多的 就成为人人宰杀的羔羊 人为刀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这样他就没有动力 如果他知道有具体 切实可行的方法 加上这个国外的这些 多年的反抗独裁的社会运动经验 他就会有不仅有动力 而且有信心的 看人家都成功的 所以就是基础 当然你有了这些 政策制度方面的认识 知道怎么做 然后还有法律方面 具体如果保障 这个普通人只需要了解个大概的 但是如果你有至于建设下面提到过的 成为法律专业人士 不仅仅是建设中国的未来的法律制度 他要通过这个法律制度来维护人民的利益 公民的权益 自由尊严 所以你就要学习 然后我会将来会讲 而且就是一个方面 德国的法律教终就是经过专业培训 他们是他们不仅参加过国家考试 然后他们的博士和这个普通的法官 律师的博士还不一样 普通法官律师的博士两年 就是深入对某一方面的研究 只是为了他职业服务 对他职业有所帮助 如果你要在大学里面当法学教授 你就在非常深入的研究 各个细节你都要研究到 你像普通的法官的律师 要他们读博两年 但是如果你是想在大学里面当教授 就在最少四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什么时候通过呢 什么时候 邀请也高得多 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博士文凭 也就是他们的时间都很高 我会就是完全把他们所讲的 再转述给大家 然后加上我自己结合中国的情况 的理解 这样你就不用自己去花很多精力去学习研究 自己去学德语或者查资料 因为我们自己每天都要查很多资料 你像我那边看看 看到我的那书 你看看那个 我读的书看到吗 这么多 有的很厚的 都在研究都在看哪儿这一部分 还有的是在我房间里面 这就是 嗯 今天也一小时 将近二十分的 就讲到这里吧 今天像我前面说过的 这个频道没有关注者 也没有人来参与 那希望这个能够 和大家讨论的 如果有讨论 可以跟我联系 下一次或者是什么时候 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讨论 目前还没有想到什么要补充的 就是三权分立啊 然后就是这个联邦制啊 这个联邦制啊 这个联邦制我还要提一点 就是你的真正的尊重这个 尊重少数民族的利益 或者是权限 权利 里面有些民族他们 而且我上一次提到过 就是身份制啊 你不要搞什么民族 你只用写 如果他的眼睛颜色或者什么 是不一样的 你就标注他的眼睛颜色 是什么样的颜色就行 然后我们这大多数汉人就是棕色的 或者是某些这个小数 或者也不是小数 你像我们 我估计啊 混血了 你像我们隋州啊 他那个山区里面的眼珠子是黑的 你看我们眼珠颜色一般都是棕色的 它是完全黑色 当然这个德国里面也有这个 德国人也有些 估计也是混血的 虽然他们是多少代都是德国人 但是你很难保障几千年以来 他没有混血 他们眼珠也非常黑 就是黑的少见 真正的那种黑的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人的眼珠颜色 对外在身份证上标明 这也是一个公平对待 也叫什么 平等对待 也不能是 某些人你把它标上个民族 他跟这不一样 就是 这样也不好 当然你比方说有些什么 苗族村啊 什么什么 壮族村啊 或者壮族县啊 什么的 他们有自己的 中族习惯的话 这个就是 应该有他们充分的 叫实践 然后就是 讨论事物 你比方说 像云南有些村 它是一部分苗族 一部分 遗族 这样你也可以让他们这个村 或者是这个 不同的群体 里面一个村有一半遗族 一半苗族 让他们具体事物 某些共同事物 就是不涉及到他们的 风俗习惯的 遗族和苗族 可以共同讨论 然后某些涉及到他们自己的 独特的风俗习惯 你又不能让他们一起讨论 这样如果 遗族人占百分之五十一 结果讨论通过了 按我们呢 那里面侵犯苗族人的 信仰自由或者是传统自由 这就应该由他们分成两个群体 各自来讨论各自的事情 这都可以 具体事情 就是在法语里面 叫做 就是 权衡 所以所有的事情不能一刀切 具体事物 具体权衡 这也是很重要 真正的以人为主 就是人民主权 就这个特别强调 今天就先这样 先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需要讨论的 先跟我联系 然后就是商量一个时间 大家一起 要么进这个视频聊天室 如果安全 老街人安全的话 如果不安全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这个 文字这个地方 文字区那个地方 输入文字 参与讨论或者提问 好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